这部2023年最新的穷女孩逆袭网红韩剧 爵士网红正式上线 这个女孩第一次投穿财伐太太的衣服 参加一场网红派对 她却不知道财伐太太作为特别邀约也来到了现场 在这所聚会到访的都是数十万粉丝的高颜值和爵士身材美女 雨海雅丽在同学敏慧的介绍下 认识了很多的其他小网红 小网红们看到雅丽身上独特 亮丽的衣服不停地夸赞着她的品味 同学敏慧这时还不停向她们炫耀 雅丽是长春藤名校的高材生 但站在一旁的雅丽却感到心虚的说不出话来 因为雅丽在高中时家庭企业就已经破产 退出了长春藤名校 所以她到现在为止 只不过是个高中文凭的普通女生 就在这时几人的目标又聚集在了一位优雅的财伐太太身上 她是海英基金会的理事长尹世贤 掌管着上千亿的资产 世贤即使没有注册社交账号 也是网红圈里最有名的红人 当财伐太太走过来时 旁边的女孩一眼就认出了 雅丽身上的衣服 因为这件衣服是唯一只有财伐太太定制的 全球限量款 雅丽 姚丽 姚丽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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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丽被问的雅口无言时 财伐太太去主动帮她解围 这时旁边的网红又询问起 雅丽是如何考进长春藤明校 但没想到雅丽却不在隐瞒 将自己高中退学的事情说出来 听到这话的网红们瞬间都惊呆了 目光看着她 雅丽也不想再待下去 于是转身准备离开现场 可就在这时 另一名女人却吵闹着冲了进来 给了敏惠一巴掌 也就是从这一幕开始 雅丽彻底发现了网红圈的流量密码 原来冲进来的女人小妮 和敏惠曾是网红圈里的亲姐妹 敏惠在刚进圈子时 都靠小妮才积攒了几十万粉丝 但不久前 两人却因为网络流言蜚语成为了仇敌 雅丽见敏惠被刁难 冲了上来推开了两人 可没想到这彻底激怒了小妮 将红酒洒在了雅丽的身上 看着小妮还在不停地嘲讽 雅丽竟反手一巴掌扇了回去 没想到作为普通女孩的雅丽 却如此霸气 随后便在众目睽睽下走出了会场 然而 这一幕也被一位财阀公子看在了眼里 这也为雅丽事后成为百万网红 埋下了伏笔 不过事后的雅丽 还在为这件昂贵的衣服发愁 因为这件衣服的价格 就算她打一辈子工也偿还不上 不过到了第二天 一位专门打造网红的运营 找上了雅丽 原来他们得知了雅丽昨晚的事情后 想挖掘她身上的价值 而昨晚的事件已经闹到了热搜 被雅丽积累了500名粉丝 随后 男人带着雅丽参观了他们公司场地后 彻底打破她的认知 在这里只要粉丝达到1000的博主 就可以免费获得名牌理发机会 而博主只需要拍上一张照片发到网络 就可轻松替公司牟利 还有各种米其林餐厅 化妆品 还有皮肤品牌合作 紧接着只要达到上万的粉丝 就可以免费试穿名牌的衣服 就像这名2万粉丝的瑜伽博主 只是穿上瑜伽服进行直播 再简单的30分钟 就卖出了上万单的销量 而对于上10万的网红 将会开展独一品牌 年销量就高达50亿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社会 网红赚钱的速度都是按秒来计算 随后雅丽挑选了一件黑色长裙 感觉十分的合适 但现在雅丽的粉丝还不够 她暂时无法免费的穿走这件衣服 不过她可以拍下几张照片 发布到社交账号炫耀一番 今天所看到的东西 让雅丽对网红有了全新的认知 而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 才彻底让雅丽决定走上网红路线 首先便是那件 被雅丽弄脏的全球限量款裙子 雅丽在回家后 发现失贤来到了母亲干洗店里 想领取衣服 由于雅丽那晚将红酒弄到了衣服上 已经无法清洗掉痕迹 虽然失贤没有所要赔偿 但雅丽还是将625万全部存款拿了出来 并承诺之后的时间里 自己会慢慢补偿剩下的钱 不过最终 善良的失贤还是拒绝了她的偿还 这也让雅丽真正的感受到 贫富之间的差距 而第二件事便是雅丽的那名好闺蜜 高中同学敏慧 那晚派对发生的闹剧 直接导致敏慧损失了大量粉丝 为了挽回流量 她邀请了几名大力网红姐妹参与直播 但敏慧却不知道自己邀请的网红 姐妹根本看不上她的层次 唯独失贤顾虑到她们是大网红的形象 不能没有一起 综合考虑后 几人就跟着失贤 一同来到了敏慧的公司 可没想到的是 敏慧也邀请了雅丽参与今晚的直播 而敏慧得知 雅丽正在进行护肤品营销的工作后 她顺势在直播前 给雅丽的产品带货了一轮 结果没想到的是 只在几秒钟的时间 就帮她出货了200单 这是雅丽在外面营销 一个月也达不到的量 但没想到的是 旁边的几名网红 却嘲笑其雅丽的廉价产品 受到歧视的雅丽 转头就要离开现场 可敏慧却还假装好意追了上来 想让雅丽继续卖货 这一刻雅丽也终于明白 敏慧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洗白黑亮 而自始至终 敏慧也根本没有把雅丽当成 同一阶层的人 认清了敏慧的为人后 雅丽再也不想与她有任何交集 到了这一刻 雅丽决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网红 掰倒所有人 为了踏入网红圈 女孩雅丽 先找上了之前想雇佣自己的老板 可当雅丽成功签约后 才发现 在网络人设上吸引了大批的观众 如果两人能够联手合作 那一定会独占网红圈所有的流量 这时雅丽也走了过来 便以商业合作为由 暂时放下两人的私人恩怨 于是到了第二天 雅丽和敏慧便来到了 网红聚集的打卡基地 此时在现场的其他网红 看到雅丽的到来 还颇为震惊 不过以现在雅丽的层次地位 几位网红也根本看不起她 而就在这时 有两名粉丝却跑了过来 主动找上了雅丽要签名 想到雅丽只是刚开通社交账号没多久 就赢得了粉丝的喜爱 这时吃醋的敏慧看到后 却走了上来 挽住了雅丽的手 假装亲闺蜜 到了晚上后 雅丽看到早上发的动态里 很多粉丝十分喜爱这件夹客 于是雅丽立即将三张自拍照 和衣服的门店挂上标签 告诉了粉丝 接下来雅丽将要前往公司筹划的 意卖会售卖产品 而这一次的行动 才彻底地改变了雅丽的命运 很快雅丽和助手带着自己的东西 前往了意卖会的现场 可没想到的是 别人的摊位上 都是一些顶尖的高端包包和首饰品 唯独雅丽的东西 是会场里最便宜的水晶球和夹客 外套衣服 看到这一幕的雅丽立即转变了主意 想离开现场 而就在这时 敏慧和几名网红走了过来 嘲笑雅丽的廉价物品 更过分的是 敏慧从一开始 就不想邀请雅丽参与这次活动 唯独善良的傅太太实贤 帮雅丽原话 让她不这么尴尬 可一旁的网红 还在不停地煽风点火 雅丽气愤地收拾了东西 想要离开现场 可就在这时 雅丽却不注意摔倒在地上 撒出了背包里面的东西 现场的网红 看着雅丽的出球 都纷纷偷笑了起来 可他们却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一幕 彻底引诈了众人 就在这时 身后的顶尖财阀 公子俊景走了过来 主动与雅丽搭话 看到这一幕的网红们 都惊呆住了下巴 他们猜不到 雅丽居然会认识 财阀三代的高级化妆品总裁 要知道像俊景这样的高级人物 连这些网红 都是第一次与她见面 雅丽从会场出来后 俊景还特意为她安排了司机接送 事后的事嫌 妹妹还在逼问俊景 为何会认识雅丽这种小人物呢 他们不知道的是 早在不久前 俊景就对雅丽时刻的关注 原来那晚 雅丽在网红派对上 怒对网红的表现 就赢得了俊景的好感 并且俊景为了雅丽 还首次开通了社交账号 并单独关注了她 不过 这时的雅丽 还并不知道俊景的用意 这时雅丽打开社交软件 发现粉丝竟已经增长到了9000多 而下方的粉丝评论里 更多的都是称赞着雅丽的漂亮颜值 雅丽回想起 自己在进入网红圈后 一直受到其他网红歧视 如今有了将近一万的粉丝 她决定要为自己解一口恶气 雅丽在账号里 发布了一条 指责那些爱慕虚荣的 网红大力的文章 她不想要成为那些网红大力 天天饱受凌辱的对象 对于别人假惺惺地 夸赞自己的外表 雅丽也十分地讨厌 这很明显 雅丽是在吐槽那些 网红城里的嘉宾会 然而没想到的是 雅丽的这篇文章 却差点断送了她的网红生涯 一瞬间 网络上的黑粉便开始疯狂吐槽 雅丽在庄清高 有公主病 而这时 一个名为FamousID 引起了雅丽的注意 不过对于雅丽的铁粉 他们都跑去网红大力底下 跟风吐槽嘉宾会 为了平息舆论的雅丽 嘉宾会的网红们都开启了直播 向粉丝做解释 他们在观众面前纷纷表示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雅丽 更不要提会对她进行羞辱和歧视了 但因为事件已经闹大 也导致了敏慧产生影响 并且因为这篇文案 雅丽的账号也在一晚上 掉了3000名粉丝 更过分的是 一些黑粉还专门注册了小号 来攻击雅丽 在回家的路上 雅丽再次打开社交软件 居然看到都是自己的黑帐 于是雅丽联系了昨晚那名 Famous网友 表明了自己的情况 而那名网友 也早已经注意到了 这起事件的严重性 不过那名网友 却给雅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翻盘计划 到了第二天 一个论坛上 突然曝光了雅丽和嘉宾会的这起事件 并且里面的用户认为 嘉宾会欺负新网红 所以都偏向了雅丽一方 一瞬间雅丽的身份 再一次闹上了热搜 这也给雅丽的账号 快速突破了1万的粉丝量 雅丽知道 这一次的幕后炒作 肯定是那名Famous网友的帮忙 可当她询问网友的真实身份时 对方却并不愿意透露 而在短短的三天时间 雅丽的粉丝就已经上升到了5万 事前的妹妹采曦看到这一幕 更是气愤的咬牙切齿 更让采曦粗意大发的是 她发现俊景的唯一关注 居然是雅丽 与此同时 俊景邀请了雅丽到餐厅吃饭 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 她知道以雅丽现在的实力 并不足以撼动整个网红圈 但如果她和俊景成为绯闻女友 必定会成为热搜的头条 于是在俊景的协助下 雅丽瞬间成为了 当下最有名的新一代网红 粉丝数量更是突破到达了9万 这惊人的增粉数量 也引起了公司高层的注意 于是他们给雅丽获得了 与96万粉丝的化妆师 一人同台演出的机会 财阀公子走进门后 跟在身后的仆人就会弯下身子 紧盯他的步伐 等到最佳时刻 仆人就会按住鞋跟 让少爷毫无痕迹地脱下鞋子 看到这一幕的女孩雅丽 都被震惊到瞪大了眼睛 雅丽很好奇 少爷家的仆人是训练了多久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没想到少爷俊颈接下来的话 却彻底颠覆了他对财阀的认知 俊颈认为自己没必要做出改变 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 同样身为普通家庭的雅丽 显然看不惯俊颈这种阶级观念 于是雅丽果断拒绝了俊颈 邀约她成为网络情侣 的关系 这是俊颈意想不到的结果 因为以俊颈财阀三代的身份 很少有人能拒绝这种诱惑 而雅丽能从穷女孩逆袭为新网红 也是依靠两人传出的绯闻关系 如今仅仅只有五万粉丝的雅丽 就已经可以碾压所有百万网红 为了能蹭上雅丽的人气 就连百万网红日子币还特意跟她拍照 然而前几天的雅丽 还只不过是一个 到处销售低价化妆品的普通女孩 不过雅丽的爆红 也经常遭受到网红圈里 其他大力的嫉妒和报复 促意大发的彩西 看到日子币和雅丽搭上了关系 将红酒扑到了她身上 因为彩西觉得 日子币只是想巴俊锦公司的关系 才故意接近雅丽 而对于雅丽现在的身份地位 彩西也并没有将她放在眼里 这时诗贤赶过来 劝说着彩西不要影响自己大众的形象 见现场围观的粉丝都举起了手机 彩西只好气愤地离开了现场 不过雅丽也不是软世子 她成为网红的目的 就是为了揭露 那些在网络上欺软怕硬的嘉宾会 并且雅丽在一名网友里打听到 那些网红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些爱慕虚荣的网红表明风格靓丽 却还用着高仿的背包 还有一些将别人的名牌抄袭一番后 设计成自己的原创作品 雅丽很好奇 这名famous网友为何会知道 这些网红背后的真相 可对方还是依旧不肯透露 只答应会一直给雅丽提供帮助 但接下来发生的是 雅丽才彻底发现所谓网红军的秘密 在这所夜店里 是那些网红大帝最喜爱出入的娱乐场所 每次彩西来到这 店主就会为她安排一项特殊的东西 而彩西也邀约了几名网红闺蜜 来到了此地准备消遣一番 可没想到的是 当彩西走进房间 发现闺蜜把雅丽也拉了过来 原来闺蜜看中了雅丽的热度 想让彩西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然而这番话更是引诈了彩西的毛脾气 见彩西并没有和解的想法 雅丽只好先离开现场 可这时网红小娜去追了出来 告诉雅丽她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只要稍等一会 彩西就会变得异常兴奋 到时再去弹劾 就在这时 店管家提着箱子 带着一群帅小伙走进了房间 很快半小时过去后 里面的彩西却变得神魂颠倒了起来 没想到这些所谓的网红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缩面粉 这时小娜才匆忙地拉着雅丽 走到了彩西面前 然而此时的雅丽 还并不知道彩西到底发生了什么 神志不清的彩西拿起了手机 和雅丽拍下合照后 竟发到了网络上 碰巧这时 彩西的姐姐失嫌看到了照片 立即赶往现场 而这时雅丽看到了箱子里的东西 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很快赶来的失嫌 看到了现场一片狼藉 她赶紧冲到彩西身旁 拿起手机先删掉了照片的贴文 而一旁受到惊吓的雅丽 转头就要离开现场 可就在走出门口时 刚好撞见了俊景也在此地 俊景看到雅丽也在夜店 误以为她也是这种劣质网红的人 这也让俊景对雅丽先前的好感 瞬间消失 然而还没等雅丽解释清楚 房间里面却出现了意外 原来刚刚有一名帅小伙 因为玩太嗨 导致心脏直接骤停 俊景冲了上前 立即对小伙进行了急救措施 惊慌的雅丽拿起手机准备报警 却被失嫌和她老公拦了下来 因为一旦报警 以他们财阀或大网红的身份 必将会闹到热搜 危机之下 失嫌老公赶紧联系了手下 将小伙从后门抬到车里 其他人则坐上另外一辆车 一同离开了现场 回到家后 失嫌丈夫担心 雅丽可能会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 与此同时 雅丽刚回到家后 又纠结着是否要报警 可这时母亲却冲了过来 告诉了她一件重要的事情 原来雅丽和弟弟在前几天筹划的一副网店 得到了大批粉丝支持 如果这时候选择报警 必然会影响网店的声音 到了第二天 失嫌在丈夫的传唤下 邀请了雅丽到餐厅里谈话 但就在这时 失嫌丈夫和俊景却一同走了进来 失嫌丈夫拿出了一份保密协议 想让雅丽签下名字 只要她不告发昨晚发生的事情 雅丽将会获得一大笔报仇 这一刻雅丽感受到了威胁 果断拒绝了男人的提议 然而雅丽还是低估了阶级 能力带给她的影响 因为以失嫌丈夫的身份 想要毁掉一个小网红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时一旁的俊景也看不下去 拉着雅丽走出房间 为了雅丽的安全 俊景在门口还是劝输了她一番 听完这番话的雅丽 也只好暂时妥协 到了晚上 俊景找到了 失嫌丈夫警告她不要动雅丽 因为现在 俊景已经手握住了他们的把笔 在之后的时间里 雅丽专注投入到自己网店的运营当中 而雅丽代言的衣服 瞬间在网上突破了几十万的销量 与此同时 雅丽的粉丝已经上升到了25万 接下来她将要开展一款自己的品牌 这个刚踏入网红圈的穷女孩 却可以在名牌服装会上 碾压所有百万网红 在这场名牌发布会中 网红们被按照人气等级 划分了后排 作为入座 而安排在第一排的几位 都是网红圈里最有名的大人物 但偏偏 这是一个仅仅只有25万粉丝的女孩 竟走了过来坐在前排 此时 在后排曾经欺负过她的几名网红 看到后都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在一个月前 与孩雅丽还靠偷穿财伐太太的衣服 去参加派对 如今的她不仅身穿全球限量款衣服 气场上也不输任何一名底油网红 而雅丽今天出现在这里 只是她真正开始复仇的第一步 在不久前 雅丽新开的网店爆红后 却遭遇到了另外几名网红的嫉妒 他们故意垄断了批发市场的衣服 让雅丽无法拿到货源 即便雅丽提前预定了5000件衣服 老板娘依旧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在雅丽的再三逼问下 才得知 垄断衣服的是东大厂最大的网店 维斯塔士 老板表示 自己也是被迫转获给维斯塔士 不然就无法留在这里开店 好不容易已经卖出了第一批爆款衣服 就要面临全部退款 不仅要面临巨大的损失 还会影响网店和自己粉丝的信誉 雅丽赶紧点开维斯塔士的网店 发现里面全是自己的同款衣服 很显然 对方是在针对雅丽 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雅丽急忙将这件事 告诉了菲米斯网友 请求他查出维斯塔士的店主 但网友表示 以雅丽现在网店的地位 还无法去对抗维斯塔士 因为维斯塔士的店主 黄黎是东大厂权力最大的进货商 可眼看越来越多用户打来的投诉电话 雅丽还是找上了黄黎的家里 雅丽最看不惯的 就是那些利用权力夺取别东西的人 此时黄黎正在和敏慧通着电话 果不其然谋划着 一切的都是极度雅丽 爆火的嘉宾会网红 但没想到是成后 在离开黄黎家后 雅丽询问起Famous网友 是否有关黄黎不可告人的秘密 很快得到网友发来的信息后 雅丽又折回了黄黎的家里 并且嚣张地向黄黎发起挑衅 要跟他进行一盘赌局 在雅丽掏出一大碟的钞票后 黄黎便答应了他的挑战 很快合关发下两张牌后 黄黎率先交出了两万筹码 但没想到雅丽还没有看底牌 却直接加住了五十万 黄黎势必不会让着 雅丽也跟住到了下一轮 紧接着雅丽一次性地又加到了两百万 他不知道雅丽已经知道了他的命名 原来黄黎之所以这么有钱 都是因为靠跟大老板做陪酒生意 而刚刚雅丽加住的报价 都是黄黎一步步上升的陪酒身价 反应过来的黄黎才知道 雅丽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命名 看着黄黎被惊吓的样子 雅丽又翻出自己的底牌 结果才发现雅丽手中的牌是最小的烂牌 赢下了对方几百万 狠狠教训完黄黎一番后 雅丽的心情也舒缓了很多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才彻底扭转了雅丽的人生 在回去的路上 雅丽碰巧遇到了多年未见的沁培叔叔 当年沁培叔叔受过雅丽父亲的帮助 如今沁培叔靠自己的努力 在当地开了一家最大的服装制造厂 有了沁培叔的工厂后 雅丽将要策划一场翻盘的计划 在之后的时间 雅丽在账号上发布了重新整顿的推文 后面消失不见 一瞬间网络上开始一编倒 都以为雅丽已经陨落退出网红圈 没有了雅丽这颗眼中钉 嘉宾会的网红们瞬间舒畅了起来 而直到这天 一场名牌走秀会 邀请了各大网红前来参与 但没想到雅丽突然现身 找上了嘉宾会的网红小娜 原来雅丽在Bemis网友的帮助下 得知了小娜慢生的秘密 雅丽故意发起了2000万金额的短信 给小娜将发约到了私人酒店 小娜得知了自己的秘密 连忙跟雅丽跪地求饶 就这样雅丽靠着这身名牌装扮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坐在了最前排 此时坐在对面的 一直寻找雅丽的俊景发现 她出现在了会场 不过今天雅丽的突然到来 还有更重要的目标 那便是全网坐拥450万粉丝的走秀明星 模特崔春在秀场结束后 雅丽单独找上了崔春现花 并邀请她一同拍照 就在这时 崔春才注意到雅丽身上的限量款衣服 和春季最新款裙子 雅丽趁机向崔春推荐了 这是自己网店的独特搭配 崔春表示自己也有同款的裤子 就是不知如何穿搭 今天看到雅丽的高级穿搭后 更是赞不绝口 将照片发到了自己的账号上 有了450万粉丝的网红大V的支撑 雅丽的地位瞬间开始扭转 在一晚上的时间 雅丽网店代言的衣服 直接突破了20万单量 不过这还只是雅丽复仇的第一步 接下来 她找到了名牌化妆品的财阀三代俊景 邀约合作 雅丽想用自己推出的小品牌面膜 和俊景公司的化妆品进行搭配售卖 很快在俊景的名牌化妆品的搭配下 雅丽的面膜也开始爆火 如今的雅丽 更是开设了属于自己品牌的工作室 和门店直到这天 有一个神秘女人突然找上了雅丽 这是韩国 邀约了上百位顶流网红参与的 名牌发布会现场 就在这名百万网红采访时 所有人却突然被另外一人吸引 此时在身后缓缓入场的 是从穷女孩逆袭到百万粉丝的雅丽 如今的雅丽 是的大品牌方 和全网粉丝最受爱戴的绝世网红 反而其他的几名过气网红 只能坐在角落 极度地看着雅丽 雅丽来到了 曾经欺负过他的几名过气网红面前 羞辱了他们一番 因为不久前 嘉宾会的几名网红 一直都把雅丽当成下等层的仆人 但他们怎么想不到 短短一个月 雅丽的粉丝竟突破了130万 听完雅丽的话后 火冒三丈的采西 冲了出来想教训他一番 可还没等采西扑倒雅丽的身上 自己却被半岛摔在地上 一瞬间 酒瓶里的水字 见到了雅丽的裙子上 其他的观众都纷纷拿起手机 拍下了这一刻发生的事情 赶过来的助手 看着品牌方赞助 雅丽的限量款 裙子被弄脏不知所措 不过雅丽安慰他 可以直接买下这条裙子 而也正因为这句话 却深深地戳中雅丽的内心 因为在不久前 雅丽还靠偷穿别人的名牌衣服 去参加网红会 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逆袭成为了 过一家产的财罚大小姐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彻底摧毁了雅丽的网红生涯 刚走出会场的雅丽 突然遇到了诗贤的丈夫 还没等两人打招呼 旁边的酒会的老板 就拉着一个女人赶了出来 碰巧这时 诗贤和俊景也走了出来 看到了这一幕 原来女人得知自己哥哥 莫名的自杀后 来到了她工作的酒会询问 可没想到 酒会老板 却一直回避她哥哥死亡的真相 但女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她哥哥的死亡 是跟现场的几名大人物有关 就在几天前 诗贤的妹妹采西 因为在酒会新面粉 导致了一名男人休克 而那名休克的男人 正是女人的哥哥 诗贤的丈夫得知消息后 偷偷将男人带去了一家私人医院 但最终还是吸食了过量的面粉 导致死亡 诗贤的丈夫 为了采西贺诗贤的名誉 将男人的死亡 伪造成了自杀 而唯独知道真相的 只有俊瑾赫施贤丈夫两人 但这一幕 却被躲在了后方的明慧 偷听到了一切 在回去的路上 俊瑾并没有告诉雅丽 死去男人的身份 只是安慰着雅丽 自己会请最大的努力保护着她 到了第二天 雅丽突然收到了 Famous网友发来的私信消息 但奇怪的是 网友却变得十分诡异 追责雅丽先前一步不回 并且还怀疑雅丽 已经成为了大网红 就变得忘恩负义 雅丽再次询问起网友的身份时 将雅丽一步步走红的背后秘密 都告诉了她 一旦公开雅丽的秘密 将可以彻底 把她踢出网红圈的名单 而另一边 俊瑾找到了诗贤 将男人死亡的真相都告诉了她 原来诗贤和俊瑾曾是初恋 并且当时雅丽偷穿的那件衣服 正是俊瑾送给诗贤的 但后来因为诗贤父亲 想竞选总统 安排了诗贤跟太强集团的儿子结婚 这也导致了诗贤和俊瑾两人分手 看着两人曾经的关系 俊瑾告诉诗贤 自己会将这件事处理好 没想到的是 明慧将那位偷听到的信息 用小号全部曝光了出来 一瞬间 采西西式面粉和雅丽合照的照片 立即流传到了网络上 看到贴文的诗贤丈夫 立即让公关联系了平台 删除掉贴文 很快俊瑾也看到了消息后 立即过来质问诗贤丈夫的办事能力 如果要控制舆论 现在唯一能做就是 让赖西在网络公开道歉 可诗贤丈夫并不打算将这些事澄清 拒绝了俊瑾的要求 回到家后的诗贤 对丈夫的行为感到十分失望 提出了离婚 可诗贤 丈夫却质疑她是不是偷偷会见了俊瑾 又产生了感情 与此同时 雅丽因为没有看手机 并不知道这件事已经被传开 这几天 她正在筹备着邀约一位中国顶流网红 进行一场直播 而这位顶流网红 正是我们国色天香的宋雨琪小姐姐 很快在雅丽的介绍下 宋雨琪了解到了这场直播的售货产品 这些都是从土耳其进口而来的 高端材料 服装看完这些优质布料后 宋雨琪直接从30万的单量新增了100万 雅丽和裴庆叔听到这个数字后 都瞪大了眼睛 答应了雨琪的要求 然而这时 助手小妮却在员工的口中 听到了网上传开雅丽黑料的消息 小妮担心有人故意曝光雅丽的黑料 将这件事先告诉了雅丽母亲 但雅丽的母亲为了不影响本次的直播 叮嘱小妮不要轻举妄动 很快在雅丽的直播间搭建完成后 一场直播意外即将开始 随着雅丽和宋雨琪 在直播间介绍起衣服的材质 观众直接上升到了30万人 而在短短的5分钟时间里 货物就售卖了超过5万单的销量 但就在这时 宋雨琪接到了一通电话后 就中断了直播的进行 这很难再继续进行下去 是的 出贺你许代表 所有的产品已经全部收款了 如此逆天的流量 直接冲上了韩国网红圈里 销量第一的排名 这个女孩在外面 是风光亮丽的白富美形象 可在背地里 却住着垃圾如山的恶丑出租屋 她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登陆社交软件 而她就是协助雅丽复仇 最终逆袭为大网红的神秘Famous网友 原来女孩白天在按摩店打工时 经常透露下网红们的秘密黑料 到了晚上 她就利用匿名账号 将窃听到的隐私全部公布了出来 这也是她能持续给雅丽 提供嘉宾会黑料 帮助雅丽成名的原因 但自从雅丽爆红之后 Famous网友却开始变本加利 向她提要求 而等不到雅丽的反馈后 就开始叛变 找上了她的死对头 嘉宾慧 并且还将雅丽能一步步走红 背后的全部秘密都告诉了彩西 一旦这些消息曝光出来 将会让雅丽彻底身败名裂 到了晚上 星期的敏慧却偷偷偷联系了Famous网友 她对雅丽所有的嫉妒和不满 都向网友发泄了出来 敏慧请求Famous网友 帮她一起扳倒雅丽 于是到了第二天 网友就在网络上 发布各种虚假信息 一瞬间 大网红雅丽攻击嘉宾会的恶意贴文 瞬间在网络上传开 看到这一消息的嘉宾会 网红们都乐开了话 此时俊警察觉到 有人恶意诋毁雅丽 立即找上了她 准备去报警 雅丽意识到这一切 肯定是Famous网友捏造出来的 但没想到 这时的雅丽 并把黑锅甩给了雅丽 指控是她指使自己才这么做 原来在几小时前 世贤丈夫挖出了 发布彩戏新面粉的贴主 而那个人就是那晚 偷听到消息的敏慧 于是世贤丈夫就找上了敏慧 逼迫她去污蔑雅丽 不然就以发布虚假信息的理由 对敏慧实施起诉 随后敏慧就按照世贤丈夫的安排 抢先开启了直播 嫁祸给雅丽 如今这一消息爆出 瞬间让雅丽卖出的100万单衣服 全部退还 屏幕外看到这一幕的雅丽母亲 更是气到晕倒在地 而这一番操作 俊景意识到这毕丽是世贤丈夫所为 因为那天晚上俊景也在现场 他以自己为当事人的身份 向世贤丈夫发起了诉讼 俊景对世贤丈夫提出警告后 便开车前往雅丽的家里 但俊景不知道的是 世贤丈夫为了销毁证据 竟对他吓起了黑手 与此同时 雅丽的弟弟通过网络地址 抓到了诋毁雅丽的黑粉号 为了确认是否抓到Famous网友 雅丽立即前往了警局查看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发布黑料的黑粉号 竟是自己随身携带的助手 雅丽不可置信 眼前最亲近的人 会在网络上诋毁自己 原来自从雅丽成为网红后 跟在身旁的助手 却起了极度之心 他为缓解自己的压力 开始在网络上发布雅丽的黑照 而随着得到越来越多的黑粉关注 助手却变得更加猖狂 就在这时 雅丽接到了诗贤打来的电话 立即赶往医院 因为刚刚的车祸 导致俊瑾身受重伤 躺在了病床上昏迷不醒 更糟糕的是 信培叔承受不住网络的压力 选择了自杀 信培叔怪罪 使自己增加了100万的单量 导致雅丽损失惨重 此时 Famous网友继续在网络上 散播雅丽压榨员工 导致死亡的消息 所有键盘侠 要为自己的生涯 做最后的殊死一搏 雅丽在车里打电话 给诗贤做出了最后的道别 随后义无反顾地 开着自己的车 冲向河里 隔天后 网络就疯狂传遍了 雅丽自杀身亡的消息 随着时间过去了三个月 网络上对于雅丽的热度 还在传播 直到这一天 原本死去的雅丽 却突然在自己账号上 开启了直播 这一次 雅丽要将所有网红的秘密真相 全部曝光出来 一瞬间 雅丽再次冲上热搜 直播间迅速上涨 数十万人 得知雅丽复活的嘉宾会 网红们看着她的直播 更是吓出了冷汗 最关心雅丽存亡的 莫过于是那名Famous网友 很快直播间 来到了一百万的栽线 雅丽借着热度 将采息在派对上吸面粉 害死人的事情 最终被诗贤丈夫的 太强集团掩盖 事实的真相 全都说了出来 一瞬间 网络的舆论 又开始导向了雅丽一边 迫于压力的警方 只能发起逮捕令 去抓捕事贤的丈夫 与此同时 看到直播的事贤丈夫 立即安排公司 想销毁所有证据 并且立即联系黑客 查出雅丽所在的网络位置 随着事情的发酵 大批的记者 围堵在事贤丈夫的公司 与此同时 帮太强集团掩盖 死亡真相的一生 急忙收拾东西 准备出国 但没想到 还没等他收拾好 警方就已经来到他的家门口 与此同时 事贤丈夫也得着消息 急赶往现场 不过 醒过来的俊景 已经提前知道了地址 来到了楼下 然而 当俊景走上大楼 来到直播仓库的直播间时 却被震惊到 原来是雅丽的贴身助手 利用AI技术 替他蒙骗了所有人 雅丽弟弟负责 不停更换网络地址 做掩护 而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那名 Famous网友给引出来 只要对方得知 雅丽没有死 必定会再次登陆账号 这样雅丽弟弟 就可以捕捉到他的 IP地址 很快雅丽便来到了 网友工作的按摩店 当Famous网友看到 客人的真实身份后 立即吓出了冷汗 궁금했거든 네가 어떤 사람인지 날 잘 알지도 못하는 누군가가 날 죽도록 미워하고 짓밟기까지 했다면 그게 어떤 사람인지 궁금하지 않았겠냐고 너 뭐야 너 설마 맞아 난 윤시안이 아니야 4R이지 날 직접 보니까 안 돼 BBB Famous 原来 这名爱慕虚荣的 Famous网友 叫李彩恩 他专门在网络上 以抹黑别人 作为自己的生存意义 这一刻 彩恩发疯般的吐槽 为什么网红能活得这么潇洒 而自己只能和穷人一样 是钱如命般的 过着贫困生活 被揭穿了真实身份的彩恩 最终还是从楼上跳了下去 与此同时 俊京找到了失贤丈夫 借刀杀人的证据 并且还拿到 他逼迫敏慧 直播虚假信息的交易收据 这一刻 等待事贤丈夫的 就是无尽的牢狱之灾 随着真相浮出水面 采西因吸面粉膜杀案 最终被捕 而小妮也因为 被老公发现出轨 被迫离婚 所有的嘉宾会 网红都被粉丝抛弃 受到应有的处罚 最后 雅丽也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 不过这一次 她不再争夺网红上的工程名利了 至此 爵士网红到此结束